荣耀发财快报 大仙什么都知道 在上期的资讯中 我们有提到过 法术防营类装备的改动 那么就会有些人要问了 大仙大仙 这些新装备实战应用 到底怎么搭配呀 魔女斗篷是不是即将跌落神坛 那就让我来带大家看看 这些装备改动具体 对哪些英雄产生很明显的影响 首先是新装备暗夜小甲 它是永夜守护的前置小装备 710金币提供200点法抗 而隔壁的不死鸟之眼 售价2100金币 提供240点法抗 价格是前者的三倍 单从法抗数值上来讲 暗夜小甲可谓是买不了吃亏 买不了上当 同样被干僵的大招打中 摆起出了不死鸟之眼 仅比暗夜小甲少扣了113点血 而它的被动效果 在三秒内受到超过40%的 最大生命值伤害时 会在接下来三秒内 累计回复60加6%的最大生命值 这前中期拥有一定的续航能力 由暗夜小甲合成的新装备 游夜守护 它的一大特点提供了 360点超高法术防御 另外一个特点 它还有三秒内受到超过 30%最大生命值伤害 会在接下来三秒内 回复120加12%的最大生命值 冷却时间为7秒 那游夜守护的出现 最重要的就是让使用者 在面对高额瞬间爆发伤害时 拥有很好的续航能力 直接杜绝了使用者 被敌人一套瞬秒的局面 但由于要在三秒内逐步回复 只适合较肉的英雄装备 类似于白起这种回复类战坦 这里我出了不死鸟之眼 接甘将的满大 扣了4234点血 而我出了踊跃守护 只扣了3923点血 足足少了311点血 而我将这两件装备同时出 会有什么惊人的效果呢 同样是接甘将的满大 出不死鸟之眼和踊跃守护之后 扣了3423点血 但是我的血量在三秒内 呈呈呈呈的回了2000点血 简直是峡谷又一大医学奇迹啊 挨揍小能手 非我白起莫属 同时呢 我发现一个黑科技 东皇出了永夜守护啊 无论是扛塔杀人 还是减免敌防法师的爆发伤害 都有其效 这里我直接闪现镜塔 大刀咬住加罗 防御塔竟然在给我老痒痒 反观小加罗可就惨了 在我的大刀压制下 流下了心酸的眼泪 承受了防御塔的伤害共享之后啊 血量被压到斩杀线 最后被我一番二技能带走 转身潇洒离去 这时啊 刚好触发了永夜守护的被动效果 足足奶了我将近3600点血 相当于直接无视了防御塔的伤害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 我成为团灭发动机了 可谓是几家欢喜几家愁 模拟斗篷在体验服防御装调整中啊 挨了一刀 虽然便宜了60金币 但下调了60点法抗 唯一可取的被动法术互段 改成拖战后立刻获得 但互盾值也下降了200点左右 而对于公顺离 这类需要进场收割的射手而言呢 模拟斗篷的收益 比永夜守护更高一筹 同样是皆干将一番满大 出永夜守护的阿里 扣了3639点血 血线瞬间被压下一半 而出了模拟斗篷 仅扣了1986点 足足少了将近1700 总的来说呢 适合永夜守护这件装备的 比如说开团能力强的关羽啊 孙策啊 连波啊 项羽啊 等重装坦克或者半肉战士 永夜守护的被动效果 能大大提升他们的扛伤能力 适合模拟斗篷这件装备的 常规刺客和射手会更佳 所谓富贵险中球 一波团战下来 规避一些法术爆发和AOE伤害 不在话下 你学到了吗 那么本期关于下个版本的新装备 解析就告一段落了 对于新装备 各位小爱怪有什么疑惑 记得留言分享给我 我是张杏 我们下期再见 看牙688 每晚去的办 咱们不见不散 希望大家多多关注 跟我转发 拜拜